来看民意反应 南区的工学市场多年前原本规划要迁移到一旁500多平的468用地 并且进行全新的市场规划 但是因为征收等问题市场迟迟未能迁移 日前传出地主有意将土地申请变更为住宅用地 并且贩售给建商 29号上午趁都发局举办都市计划通盘检讨说明会时 当地里长就带领民众来表达诉求 希望为摊商们找到合适的市场场域 摊商忙碌的整理水果上架 20多年前摊商在绿源道旁临时聚集 如今也形成热闹的工学市场 考量到合法性 原本是否预定将市场迁移至一旁的468用地 没想到去年却传出地主拧将土地变更为住宅用地 并贩售给建商引起地方反弹 绿源道就100多摊 我的大庆市场也将近七八十摊 旁边永新里也一个 现在一个新的菜市场 南河里也一个新的黄文菜市场 方圆一公里就四个菜市场 就显现说之前我们的需要性 那何来100年就可以跟我们说 不需要菜市场 所以这一部分麻烦客厂帮我们转达一下 说明会上地方民众向市府单位 再次陈情诉求 希望保留468用地 让菜市场能够顺利桥迁 对此市府表示 因为土地属于私人用地 日前才开放该地申请变更 目前仍在审议当中 考量就有的市场所在地 仅临绿源道 欠缺整体规划 地方代表向市府陈情 希望市府协助 让摊商能有个卫生安全的广大空间 好好做生意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导